本集由全台猫脚印店家 香港presscar 马来西亚 吉隆坡钙牙卡店 槟城 epebredus 以及北京卡拉河 广州废财猫 南京酒乐亭 赞助播出 记得计阅咯 到portalmycode 快速又安全 朱朱大门 还有折扣咯 哈喽大家好 欢迎收看芒果的中文版赛制 拍出解说 今天来解说我们中文版 目前还蛮夯的一个小蓝喷 那因为之前 日本的横冰大赛有出现过 然后也有一些经验的操作 和主牌方式 所以芒果这次就研究了一下 我觉得是我们中文版 还算蛮强的一个 克制很多一线牌的主法吗 好不好 你们可以试试看 来第一招逆琳 打30 那看自己身上的伤害 只似乎乘以10 如果假设对方打我200的话 我会反击返回230 那这个的话就看情况做使用 那第二招打230 下回不能使用这招 来JS的话呢 其实你遇到一些钢牌的话 我觉得蛮有用的 不过你钢TT开GX的时间点 如果刚好开在你6颗能量上面的话 会有点难搞 所以你要抓紧时间就是了 来JS打200 如果身上额外3颗火能量的话呢 可以直接贯穿对方 就是完全不看附加效果 那可以额外再多100伤害 所以就算对方的钢TT 有开到了这个什么 JS啦 或是平底锅啦 一样可以贯穿他好不好 一样可以贯穿的 再来就是我们的这个 胡喷 哇胡喷这个地点 虽然很少看到 不过他的第一招真的蛮强的 反正我们打Tick Team也有两下 重点是打180周 从牌组拿3张任意的卡片到手上 这3张就是整副牌的精髓 来注意 这3张 那来 呃我先卖关子好了 呃我直接讲好了 来首先看到我们的这4张锤子 你们看到4张锤子 如果你是走3张都是来喷路线的话 我建议这4张可以换成双枪 可以换双枪 那如果你是走胡喷系列的话 我建议这4张可以换成锤子 我觉得锤子还真的比较强 为什么 因为你遇到现在很多一线牌 只要你有锤掉能量的话 你是绝对可以稳定领先的 你们懂我意思吗 好不好 呃就是 讲白点 三神和无极 你只要敲到能量 基本上你稳 基本上稳赢了吧 是不是 你根本不怕对方啊 好 那再来说 很多人就会说 哎芒果 那之前为什么不能玩 因为在出特火的情况下 之前没出的话 所以270直接被无极碾压 所以我觉得这有点难打 那但是现在出了特火 以及搭配大户符的情况下 我们的血量随随便便都来到300多 300多无极根本就秒不掉你 所以这张特火造就了小蓝喷 才有办法 蹦 跳出来 这样懂意思吗 好不好 所以现在又可以拿来玩了 好那基本上大概精髓就是这几张牌啦 那之后之前这些后面的芒果之前 其实都有排过介绍过了 我也是稍微讲一下好了 来直接坨融 因为我们百分之百一定选后手 后手就是交由我们的这个来水火 第一招后手可以直接从牌组拿三个基本火能量随便你贴 你想怎么贴就怎么贴 那其实如果下回对方没有击倒你的话 你的小水火110 第二招直接打在对方身上也是OK的 所以我觉得这不错 再来就是我们的这个 来 吹风机我觉得看情况吹吧 反正很多时候你可能需要吹掉一些 呃平底锅吧好不好 如果平底锅蛮重要的话 说大护符那些都OK 把它吹掉 再来就是火箭镜放一张 来这个聚殺枪 那这聚殺枪的话 其实我觉得 呃 怎么讲 因为如果你是来喷轴的话 聚殺枪其实就没有必要放 因为你可以放双枪 但是我们是胡喷轴的话 我觉得就蛮有必要放一张的 因为你聚殺枪可以把对方的咚咚鼠或者是蝶蝶直接抓出来 180打掉 还可以再拿三张奖励卡 呃 说说两张 对 再拿两张 然后还可以再从牌组拿三张卡片 所以我觉得聚殺枪在这个胡喷的小蓝喷里面 非常非常重要 一定要放 再来这个枪 这个补血药剂的话 有些像是蛇文雄点一点 或者是一些分两下打的那种情况下的话 我觉得这张反而起到很好的效果 好不好 这就是看情况做使用 不过如果尽量能不要被歪鸟收掉就不要 但是我觉得现在无极好像蛮多都配索罗的 这一张卡的话就是看情况做使用 好不好 好 那巢穴球两张 然后这个叫什么 3.0放四张 不用讲 因为我们就是没有东东鼠 没有叠叠 没有白碰碰 所以我们不能有特性 因为我们是小蓝轴 这样懂意思吧 所以需要用3.0来翻你需要的支援者 然后一张两张 因为我们这个有点打中后期 好吧 中后期 力气两张 这个哨子两张 这个哨子的话 就是拿你的这个来喷无喷看情况 甚至我们的这个 古哈以及竹篮加的莉亚都可以 来后宫锤非常重要 我们百分之百选后宫 那你后宫如果刚好小水火在前面的话 你第一个小蓝可以拿什么东西 拿你的巢穴球加你的后宫锤 后宫锤马上起到非常好的效果 尤其是对无极和三神的时候 基本上你就赢了大概60%了 好不好 有敲到的话 除非对手下回真的超级顺怎么样 什么钢补丁啊 能量转移啦手贴有的没有东西直接蹦出来 不过蹦出来不用担心 至少180打完之后呢 你的能量 你那个锤子 还可以锤掉对方 可能下回合攻击180之后 把能量冲给苍翔嘛 至少都能锤掉 那就赌对方没有什么钢古丁之类 可是我觉得有钢古丁 他也秒不掉你啦 所以我觉得不用太担心啦 所以我觉得打这个 打来 呃 三神 苍翔 以及 乌吉泰娜都算是优开啦 好不好 好 藏地卡的部分哦 这个无人发电厂一张 然后熔炉一张 火场一张 这个应该就是看情况做使用 如果你不想放火场 想放无人发电厂二 或者是熔炉二 都可以好不好 自己看习惯 然后我们的百慕老大有二 因为如果是来喷轴 放四张这个双枪的话 那你的百慕老大 我觉得一张应该够了 好不好 再来就是我们加德利亚一张 小蓝四张 这个应该就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那这张的话其实当初比较多有争议 就是说到底用不用得到 那芒果其实实体也足过小蓝喷 自己觉得真的常常用到 所以我还是习惯放一张 尤其是在你小水火被轰掉的情况下 你开这张的话 就显得我们这个非常非常强 好不好 好 那焊接工四张 大护服两张 就是贴给我们这个 OK吧 来喷 或者是胡喷 以及我们的这个来投金 这张蛮细节的 其实细节的话 就在我们的小水火 来小水火 首先我们冲了三颗 应该说第二招打 110 如果遇到小小丑的情况下 110连他一只都杀不掉 我觉得加了这张投金的话 至少可以拨掉一只小小丑 甚至就是说 你看 你可以把一张换成小启奇 也可以 好吧 我觉得小启奇的话 遇到小小手也不至于说 没有办法跟对方打 所以我觉得这个见仁见智 你想放就放 想改就改 我觉得OK 那这个特火放三张 血量加20 至少装备在我们的这个 喷恐龙身上 血量变290 加大护服 320 很蛮硬的 对不对 至少还可以当成一个VMAS来用 好 那魂量的话放9张 应该没什么太大问题 那这套的话 其实打目前的环境 我觉得都还算好打 除了 要销售或客属以外吧 是不是 好啦 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想要买Code或是礼盒序号的粉丝们有福啦 现在到Portown网站 挑选你需要的商品 确认数量后 再进入结账前 右下角的优惠券 便写Mango 立即享有5%折扣哦 小时候芒果讲这么久 嘴巴超酸的 都烧瞎了 你看到 正硬都变了 好 后手 nice 我要 哇 这骑手尴尬了 各位 尴尬 为什么不是小水火开局呢 小水火开局比较好 东东鼠骑手赚 好好好 好啦 还行啦 还行啦 说不定等一下 我们焊接完之后 会蹦出我们的这个 这个叫什么 蹦出我们的小水火也不错 哇 双方开局都好烂 没事没事没事 那对方应该手贴 应该三成仓啦 三成仓手贴 加那个有的没有东西 就那个了 我想一下哦 目前先拿火能量 好不好 火能量先拿出来 然后 我想一下哦 这个可以先贴 有小水火 可是我撤退不了 所以这种情况呢 来敲 再敲 好啊 水哦 这个先贴各位 因为等一下我们要使用第一招 小水火没有表现到后手直接贴三颗 不过没关系啊 算了 等一下至少还可以动作吧 好不好 至少还可以动作啦 那我觉得这场应该都是用湖喷打了 这个什么来喷就不用出来了 我觉得 就钢补丁 感觉我们这个锤子 没有敲到水 很亏啊各位 就回贴 OK 看你三神还没出来 哪里 额 好嘞 可以的 反正我一张火就可以攻击了 小蓝哦 小蓝还OK 我们来看怎么拿 好不好 我们战力要先准备十足 再跟对方打 我们在想要是290哦 290如果大户符的话 是290有大户符的话 等一下哦 290大户符的话 320嘛 对不对 好 拿动动鼠 继续动 叉字符哦 因为你的三神还没出来 会不会三神被他丢掉了 混沌 手贴 不打算做了是不是 哦 看起来这场有点卡哦 等一下我们来帮他一下 好不好 等一下怎么打 2 2 2 好 反正我决定2 2 2拿 好不好 2 2 2拿 等一下哦 在这个情况 因为少一张火 所以我们 等一下 怎么做比较好 枪 如果我先打掉的话 我会领先 那我想一下怎么打 嗯 其实应该蛮好打的啦 我现在在做 两只小水火 应该就稳了 两只小水火 所以我现在要做的事情是 我想一下 小水火 是不是 没有焊接弓啊 这个混沌场地好烦哦 对不起 再帮我想一下哦 嗯 不知道 我不知道拿什么 糟糕了 你觉得拿什么 尴尬 场地先压掉吗 好 我觉得场地可以先压掉 先这样子拔 先这样子拔 我怕夜长梦多 我怕夜长梦多 他等下用马力我就爆炸了 对不对 夜长梦多 好 能量拿出来 这个拿出来 然后 焊接弓拿出来 再来一个什么东西 我想一下哦 焊接弓 然后这个 呃 再来一个 哇 你看很多东西可以拿 因为我不知道拿什么东西啊 尴尬了 我想一下哦 他枪好像也可以拿哦 好 先这样子吧 你看 各位 超级 手牌爆炸多 真的爆炸多 而且刚刚没有使用到后弓锤 亏 如果比较随我开局 然后有小兰的话 基本上后弓锤是百分之百必中 好不好 所以打无极特别舒服 超级舒服的 那现在他因为没有开过三神俱叉 所以230 不过230跟260没什么差别啦 重点是多拿一张奖励卡 好不好 他如果有多拿的话 我会很难打 因为他只要杀掉一只 take team 再加一只小只的我就输了 那他现在势必要杀掉我 331 哇 被印章 感觉对方这场有点卡哦 等一下可以再来一场 对不对 好那这3.0直接拿个 诶 拿个 干嘛 八法战 好啦好啦 3.0直接拿个小兰也不错 有小兰 诶我拿这个好了 这比较比较优秀 先压牌一下好不好 压个牌 然后switch OK 这样应该OK吧各位 他再有印章就认命了 诶 太卡了我们再一场 他太卡了 等一下哦 这个 焊接弓 其实不用焊接弓啦 我就硬定了吧 再一张switch好了 我怕他等下又搞我罚战 哦各位 看手牌多多啊 我们的湖喷多啊 超级多 手牌多到用不完啊 好博士了 他现在要拼怎么样 呃 三神 拼三神打一百 一 三神打吗 他现在不用焊翔打的话危险 克属 甚至等下我们用小时候打应该都OK 好不好 好钢 能量转移 转过去 OK 200 他现在写250 没办法啦 他还是得打啊 他没招了吧 应该不会三神在奖励卡吧 然后丢掉了 好 该我 那我们用小 这个小水火打给你们看 场上总共有四颗以上的能量 然后 应该用这个哨子先压牌一下 不过没关系啦 好 你看我们加 特火加大户符 降血量320 好 没问题吧 然后这个的话直接打 110加120 120 没死哦 忘记了对不起 他有大户符 没关系啦 我们继续继续继续演一下 大户符 吹风机用掉了 他现在手酸哦 不能打 他有大户符忘记了 没关系啦 我觉得还小事小事 因为我们战斗力还在啊 所以没什么差别 好钢布丁 弹量转移转眼后面 然后撤退 用他打 OK 其实小蓝 呃 湖喷 小蓝喷 对 我们应该证明为小蓝喷 然后 湖喷轴 还是 萊喷轴 对不对 两个都不错啦 我觉得两个都不错 芒果其实比较喜欢湖喷轴 因为来喷说真的 现在有1.230 说真的也杀不掉人啦 那至少我们可以把手盘支援 控多一点的话 我觉得也不错 吹吹 OK 他这个轴蛮全面的 我觉得这个三神轴 说真的三神 很 很 组的方式其实差不多啦 看个人习惯就好了 好 对不起 拿一张 因为他三神没有开到GX 所以就只拿一张了 没办法 好 给我们 直接打掉 他刚刚让我们丢脸 我们就把他抓出来揍了 啊 对不起搞错了 好啦 没关系啦 直接打吧 鞭吃一下 那这三张随便拿了 我们再场再场 这张GX都没开到 尴尬 No 不拿了 这有点像是那种 那种 人家讲是财富自由 我们是卡牌自由 想拿什么就拿什么的感觉 来 这一场 刚刚三神都 这个GX都没有开到 他一样后手 好吧 男人喷永远是选后手 是 YES NO 呃 没怪 这场应该可以 小水我起手了吧 OK 这起手 还行吧 我觉得我们可以用小水火先跟对方周旋一下 哦 这开局有点亏 好 先继续拿三神 费问题 然后继续贴水量 他这个水量 因为我们有小兰 所以他这水量很尴尬 非常之尴尬 因为我们垂定他了 没有 垂定了 哎 可是我现在有没办法动耶 怎么办 可是水量我好想垂哦 不行 我觉得我要垂 必垂 OK 看到了各位 这是后手的威力 三个全部给他 那代表说我们两只只要手贴一颗都可以来做进攻 这样贴没有问题 那除非我们的火系是 假设是一些 两费或三费可以攻击的话 我建议就可以填两颗就好 那有一颗可以填给另外一只布尔凯尼恩 刚刚我这没下啦 哇 诶 这漂亮 夜空 好 然后能量转移加撤退 就可以开GX了 这有点麻烦了各位 我想一下 那我们等下看有没有办法拿到锤子 锤锤看咯 这场地好烦哦 好能量转移 诶 有能量转移吗 好东东鼠继续东 这操作行云流水啊各位 绝一下好不好 行云流水的操作 不得了啊 真的有诶 太猛了吧 后弓锤还可以拼到 等一下怎么做哦 让我想一下 呃 现在这个情况我想一下 小兰直接打麻 我想想看 锤子 我觉得现在可能需要拿锤子 诶 你们觉得呢 嘖 有点难搞我想一下哦 一百八 一百一 一百一加一百八两百九 先这样子 正面吧孩子 哎呀糟糕了 好 他等下打掉我的话 蒼翔会充满能量260 虽然说打不掉我 好别再想想看 呃 好先这样打 他应该在哪一颗水 诶 没有水是不是 水在墓地 好 一百八直接充给蒼翔 然后我的这个湖喷只能上去打了 他应该会再做一次蒼翔 他现在三个打点 就是三神蒼翔蒼翔 这样打 那我们现在奖力卡已经落后了 要小心一点 想一下怎么打 我觉得我们的那个还是很重要 我想一下怎么打 先这样上去 让偶翔想一下 反目哦 好 一百八打得掉 来 马智识先开 然后小兰先开 硬张一定要的 诶 为什么这填两颗 玩笑 钢普丁两张了 钢能量两张 所以二 四六 哦 找一张可能在手上 所以要干扰一下 硬张是一定要的 我想一下怎么打比较好 让我想一下 硬张要 锤子吗 锤子可以丢 锤子可以敲看看 不会芒果等下全部都反面了 那就放锤子就没意义啦 好再拿张小兰吧 先锤看看 先锤看看 诶下 正面啦 诶 不好玩 再锤一次我不相信 来敲一下 诶下 有了吧 硬张一下 硬张一下 好 这样还行 等一下 这次要小心点 这次不能死 这死就爆了 yes 好 那现在要哪个话 拿想一下 可能需要 看街 这样子吧 OK 啊 糟糕了 我的火量是不够啊 那我 那我这熔炉就没用了 没关系 没关系 1 2 3 4 5 6 7 8 对 熔炉拿错了 我不该拿熔炉的 我应该拿火场的 比较好 诶 可能拿火结晶好一点 因为他没死的话 我可以用撤退的方式 火结晶捡回来 所以我这熔炉开得不好 这熔炉开得不好 这熔炉应该拿火结晶 对不对 如果有更好的操作 也许可以在下方讨论一下 火结晶好像好一点 那我吹风机就不用拿了 因为我没有打算盖它了 我现在纯粹是因为这个的关系 诶 诶 这大戶符不错 你看 他写190我自杀不掉 然后等一下我也许用头巾 他如果用自挡的话 也许我可以用头巾 OK 他印章掉了 那现在的话 手贴加钢古丁 只能这样子啊 哦 你刚龙哦 一打60 诶可以耶 怎么打 如果手贴先打个60的话 我等一下还是会被蒼翔杀掉 所以他现在最好的情况就是 用铝钢龙上来打 玛丽 哇 他要拼switch跟能量 然后打一下 哇这样换芒果麻烦了耶 我想一下哦 这样换芒果麻烦了 聪明 switch 就下不来 可是我也杀不掉他 各位 我杀不掉他 他有大户符啊 想一下哦 先压牌 我们先压牌看一下 雷小兰了 头巾有 可以拿 这个扫子 没有扫子了 那我们拿骨哈 好不好 骨哈不错 那我们下一张拿个小水火吧 然后我现在想一下哦 焊接弓哦 现在焊接弓没用了耶 打不掉 吹风机也不见 吹风机 吹风机还在 好可以可以可以 我就还有机会 看一下哦 来吧 应该可以赢啦 我觉得应该可以赢啦 好 先这样子吧 180 YES 吹风机等一下杀掉 咚咚数的话 再杀一次就赢了 所以我觉得我可以拿 吹风机 板木 再加火能量 好不好 OK 先这样子吧 好 好 应该下午就赢了吧 好钢补丁 钢给他 呃我是说 充给他 不是钢给他 好switch 好先打60 其实在这一手 如果上回合有做到的话 这回合我可能会输哦 我觉得 又马哦 好烦哦 哦 诶这太 不太 不太机歪了吧 好这60盒 那是导致芒果酥哦 我觉得 让我想想 这一定要给他了 不然很危险 他可以打260 对不对 先敲先敲 哦受不了 一定要敲的 不行受不了了 不太机歪了啦 来一下哦 诶 有老大 还是我拿老大 直接杀昌强就好了 对不对 好啦我直接杀昌强啦 这样比较快 诶有马力的那个 真的好烦哦 好360 然后我直接拿吹风机就赢了 一定要吹风机哦 好不好 吹风机 那这个的话我觉得应该没差了 好 拿这三个 怕他又难保 不知道用什么东西搞我 对不对 主持人 扣着一下 我觉得Switch还蛮重要的 扣着一下 等一下用他打都可以 好不好用他打都可以 都OK 我觉得小蓝喷最麻烦的是你每一回合要拿什么东西 要做什么事情 还蛮重要的 我觉得啦 好他昌翔没出来应该爆炸了 应该是输了 他没有支援的 他现在只能用他打 他的钢补丁剩下三张 好 BG 不好打其实 我觉得好像没有想象中那么好打 那能量冲过来冲太快了 好东东鼠就死掉了 因为大五福没了 OK 这就是我们的小蓝喷好不好 他打 我觉得如果有打到无极的话 应该也会蛮好打的 如果能量有敲到的话 我觉得啦 好不好 所以这副牌的话就给大家参考一下 我觉得小蓝喷目前在环境还是很OK的 那如果想煮的话可以煮看看 好啦我是常年住在非洲的芒果 下次见 拜拜 喜欢芒果的影片请按赞 想知道更多PPCG 欢迎订阅频道 小铃铛开起来追踪直播 芒果最新动态都在我的粉丝页及IG 我们下次见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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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